在当今社交媒体时代,充满了传闻与猜测 往往需要谨慎对待,特别是关于名人的隐私生活 最近,关于中国演员邓超深受抑郁症困扰的传闻成为了网上的焦点 这一传言如火如荼,让人担忧 然而,我们也应该理性看待这一话题,尊重个人隐私 同时了解抑郁症这一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邓超与孙丽的回应 在传闻传遍互联网之际,邓超与孙丽发布了一份声明 否认了抑郁症传言 这一举动在一定程度上平息了风波 但也引发了更多问题 这是否意味着传言毫无根据 或者是名人们试图隐瞒抑郁症的存在呢 我们需要继续深入探讨 这一传闻的源头来自一名自称是邓超表姐的女网友发布的视频 他详细描述了邓超的情况 包括频繁的头疼、心慌和失眠 甚至暗示他需要医院治疗 然而,我们也需要对这一陈述保持怀疑态度 因为他并没有经过证实 在社交媒体时代 有时候传闻会在未经证实的情况下迅速蔓延 导致不必要的恐慌 网友们纷纷猜测邓超的抑郁症可能与他最近投资拍摄的电影《中国乒乓》票房惨淡有关 这部电影的制作费用高达4亿 但最终只获得了5000万的票房 面临巨额亏损 这一情况可能对邓超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导致情绪崩溃 然而,这只是一种猜测 我们不能确定这是否是他抑郁的唯一原因 有关邓超的抑郁症传言的加剧 还体现在他已经很久没有更新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 这可能被解读为他的低落和消极 更加凸显出抑郁症的可能性 然而,社交媒体行为并不一定能准确反映一个人的内心状况 因此,我们应该小心地推断 之前,孙力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 晒出学习瑜伽的照片并发文 提到用呼吸来释放压力等字眼 引发了人们的猜测 有人认为这是孙力在帮助邓超调节情绪 让他通过瑜伽来治疗抑郁 然而,这只是一种猜测 我们无法确定孙力是否在帮助丈夫应对抑郁症 在谈论这一传闻时 我们不仅应该关注名人的隐私 还应该了解抑郁症的严重性 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 影响招数百万人的生活 它是一种疾病,需要专业的治疗和支持 抑郁症不应该被轻视 也不应该用来制造谣言或八卦 最终,我们无法确定邓超是否真的患有抑郁症 因为这是一个极其私人的问题 在传闻和猜测之间 我们应该保持理性 尊重个人隐私 同时提高对抑郁症这一严重心理健康问题的认识 不管是否名人 每个人都有权获得支持和理解 已克服抑郁症或其他心理健康问题 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一起来看视频吧 根据台媒报道 邓超在9月12日时隔26天后 晒出了一张照片 爆光了他的近况 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这也被认为是他对于最近 关于患有抑郁症的传闻做出的变相回应 而邓超的妻子孙丽 也在网上发表了一篇传闻 进一步引发了持续的讨论 事实上 最早曝光邓超近况的是新生代演员荣子山 根据荣子山透露 他和邓超之前在新疆拍摄电影《杀海之门》 两人一起度过了各种极端天气的拍摄 如今这部电影终于杀青了 随后邓超点赞了这条动态 并以搞怪的方式发文称 这应该是背后男演员脸上的天花板 他还晒出了杀青现场的照片 照片中邓超和荣子山模仿了背后漫画人物的姿势站在一起 邓超近期的照片引起了网友们的注意 他的胡子比以前留的更长了 头发也开始有一些花白 给人一种沧桑的感 感觉但是从照片中可以看出 他的精神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 能够像往常一样搞怪的开玩笑 完全不像是患有抑郁症的样子 此前有一位自称是邓超表姐的女网友 发视频爆料称 邓超最近饱受抑郁症的困扰 情绪非常低落消极 还出现头疼 心慌等症状 甚至可能需要去医院治疗 许多人猜测邓超之所以患上抑郁症 可能是因为他投资拍摄的电影 中国乒乓票房不佳 预计会亏损近三亿 邓超的近况曝光后 网友们还注意到 他很久都没有更新社交账号 进一步担心他的健康状况 孙力最近突然发表了一篇文 透露自己正在练习瑜伽 文中还提到了 用呼吸成为你释放压力的工具等资质 从而引发了孙力通过瑜伽 帮助邓超调节情绪的猜测 进一步助长了邓超患抑郁症的传闻 但如今邓超的发文无疑澄清 但这一传闻 他长时间没有更新社交账号 只是因为在拍戏 而不是患有抑郁症 不管发生了什么 希望邓超能够保持身体健康 祝福他和孙力一直幸福甜蜜